在今天举行的一场关于人工智能与多学科协同的论坛上 与会嘉宾表示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推动神经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交叉学科的重大理论、技术和应用创新 这些协同创新将有助于重塑国家工业体系 服务人们的日常生活 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从感知智能到了认知智能的阶段 由原来的任务型的智能变成更加通用的智能 比如像人脸识别 给一张图片识别一张人脸 这是任务型的智能 而现在更加通用的智能 是能从大量的数据中自动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形成虚拟人的形象 我们希望比如说人工智能 它在未来它就可以做一些像心理的一些咨询 心理一些辅导 这样的话这个AI它就变成一个助手型的 并且变成一个可以陪伴型的 像跟老人陪伴 小孩子陪伴 你看这样的话 它使用场景就越来越广 在论坛的现场 我看到有很多机器人就担任着这种服务性的工作 那就像我眼前的迎宾机器人 论坛日常 停行论坛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论坛时间 9月24日9点至12点 好的谢谢 我们在现场除了可以看到这样的迎宾机器人 还要像这样的负责运送水这样物资的机器人 如果你有需要你停在它的面前 它就会自动停抗 然后就可以拿到你所需要的这种物资 此外我们在现场还可以看到像那样的消杀的机器人 以及这样负责安保巡逻的机器人 那么如今智能化的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已经层出不穷 就像今天论坛上的一位与会的嘉宾所说的那样 面对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拓展人工智能的应用空间 让我们共享智慧带来的美好生活